我們看前面喔 看中間這邊喔 好 一二三 再到一二三 相信韓院長的公正性嗎 會不會簽打公正嗎 剛剛韓院長在致辭的時候 要送我們下來的時候要特別講 他是立法院最溫和的一個 而且只要這個程序 那如果大家公開透明 我想這個基本上我們尊重國會的運作 那總統也不變智慧 那我們國會運作 國會自主 那基本上我們尊重各黨團的一個表決 考委黨團有些共識 就是說接下來可能會除考間兩院 那剛才有沒有院長討論的事情 我想院長並沒有提到要廢考間 那當然有很多個別委員所提到廢考間與否 那些都是立法院的辭權 立法院有修憲的權利 那我們基本上尊重 但是在會修憲以前 我們都還是要讓憲政能夠持續運轉 所以還是要如期的提出這些考間 考試委員的一個審核 能夠到立法院大院獲得大院的通過 那至於個別委員的發言 基本上我們尊重 但是呢 這個廢考間與否 是一個必須經過修憲 那修憲也尚未完成以前 現在還是一個進行式 我們也必須捍衛這個憲法所賦予的這個職權 來為廣大的未來的考生的權利 來做進行 於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